顶级的捕猎者总是善于等待 机会越临近越冷静 这只恶的两眼发蓝的尼罗厄就是如此 总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上一顿饭还是一年前吃的 慢慢地它舒展了一下四肢 大眼皮慢慢撩开 露出冰冷的寒光 这预示着机会在慢慢降临 旁边蹦跶的鸟和喉入不了它的法眼 根本不够它塞牙缝的 它在等待开启的大餐 时间在慢慢流逝 众多的尼罗厄开始慢慢苏醒聚落 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昏暗的夕阳下 一群脚马在低头前行 命运的未知性萦绕在心头 尼罗厄们开始慢慢骚动了起来 脚马的斯明声唤醒了闭目养神的尼罗厄 慢慢地都涌向河中待命 只露出圣人的双眼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站在岸边眺望的脚马就是忧伤者 面前的这条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这条河是他们的补给之地 稍微休息整顿之后就要过河 首先就是先喝一口水 年幼的脚马不知道江湖险恶 率先走向前去饮水 突然河水冒出的水泡 把一群脚马吓得够强 还好是一头吃素的河马 虽然河马对自己的领地 有很强的占有欲 但对脚马的威胁并不大 放松了警惕之后的脚马 开始拼命地补充水分 离岸边越来越远 危险总是在平静中来临 在非洲草原上同样如此 一只尼罗厄突然发起偷袭 没有得手之后迅速潜入水下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脚马和吃瓜的鸟 平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脚马又向河中更进了一步 只为了喝到更干净的水 毕竟喝到水活下去才是首位 一个要喝水生存一下去 另一个则是要吃饭才能活下去 没有对河错 只有无情的自然法则 就这样二者在河边斗智斗勇 在河边反复拉举 岸边的河水都打出泥浆出来了 尼罗厄也没有得手 稍作修整之后 尼罗厄做了战术调整 大佬亲自出马 一众小弟在远处打辅助 大佬就静静地指入一双眼符在水面 而且就在脚马眼皮底下 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 把最笨的方法发挥到极致 就是最聪明的打法 这就应了那句 善守者藏于酒地之下 终于在一头脚马前蹄陷入淤泥之中时 这或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咬住脚马的腿迅速拖拽到水中 犹如拖死狗一般 在水中发挥自己主场的优势 岸边的脚马面面相取 被拖入水中的小脚马也只能哀鸣一声 众多尼罗厄立马围拢过来帮大佬打下手 跟着大佬有肉吃 尼罗厄的狩猎的三板斧之一就是死亡翻滚 咬住猎物之后 通过强大咬合力和体重优势来分食猎物 小乘分金大乘分银 见者有份 有的分到了头 有的分到了尾巴 这只年轻的尼罗厄则是分到了一条腿 也从大佬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季节性的迁徙快要结束了 成群的脚马要再次出发 去寻找新的食物和水源 老冤家尼罗厄再次归于平静 夕阳下行走的脚马再次起行 前路依然是未知的 陆地上依然有众多的天敌 比如打团战的野犬 还有擅长偷袭的二哥 有时候是被二者混打 他们的同伴能做的就是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之后一切再次归于平静 弱肉强食下的无能为力在此刻尽显苍白 而脚马只是自然法则下为了生存四处奔波的一份子 尼罗厄也是如此 来年这个时候 这对老冤家会再次相逢 只是老朋友换成新朋友 再次上演生存之战